保机电雾段圆满完成西营高铁离全站改工程施工 8月23日晚8时10分 经过保机电雾段近百名施工人员五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 离全站连锁改造工程换装湖王线路所正式开通 为确保此次施工顺利推进 保机电雾段早介入早动手认真细化施工方案 合理安排人员分工 全过程卡控安全关键技术措施和应急预案 保证了施工临缺陷开通 各个小组对施工方案细化讨论 核对施工钉控重点和技术标准规范 此次站改新建的里全联络线 自里全站西安端区间引入 向东立交疏解后与西平铁路贯通 接入里全站 工程全部完成后 将成为西营高铁陕西段唯一的运轨通道 对西营高铁建设和顺利开通运营具有重要意义